牛奶果树的来历 很久以前有一个男孩 因为受到妈妈的宠爱 所以又顽皮又贪玩 有一次被妈妈骂 他就坚持离家住走 他妈妈不知道小孩去哪里 所以很难过 天天妈妈坐在门前 等着小孩回来 过一段时间 他还不回家 因为太痛苦又疲劳 妈妈受不了了 就又自私的 那个小孩离家也一段时间了 一天又饿 又冷 还被比自己搭的男孩打 他才想起妈妈 对了 我饿的时候 妈妈就给吃 被别人寄灵 骂海保护 就回家吧 于是他回家 家里的景物还如旧 但看不见妈妈的 他一直叫母亲 妈 妈在哪里啊 我饿了 他累的跪下来 包着院子里的植物而哭 奇怪的 是那条植物突然发抖 从树枝里 出现很多花鳄 发了像云一样的白色 然后结果 活长大的快 有闪闪发光的外皮 那个男孩把树枝救下来 一只果落下他的手里 他把水果咬了 太色 第二只落下来 男孩把外皮剥掉 就咬到果核 太阴了 第三只落下来 他轻松的按 外皮慢慢就染 并列出一条缝隙 一线牛奶流出来 像母乳一样的香 像男孩 喝那些牛奶 真的甜 树叶静静摇光的说 吃了三次 栽这道果好吃 小孩长大 栽这道母亲的心 小男孩流泪满脸 啊不栽了 他望着树叶 树叶一面是绿色 一面又是红色 像妈妈因为等着小孩 而哭得多的眼睛 他抱着树叶而哭 树叶向妈妈的手掌 因为劳动辛苦 而粗糟 男孩的流泪 留下树根 树枝包着他 像妈妈疼爱的 抱着他 他把妈妈的故事 给别人讲 并说书自己的后悔 大家都喜欢 在他院子里的 那个好吃果 人人 带过河回居众 并定名为 牛奶果树 那个 波特 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